生完孩子后,用束缚带有效果吗?还是听听宝妈们的经验吧,宝妈A,我生两个都是宝一个月,现在一点肚子都没有,人家都说我怎么保持的,那么好像没生过一样,人家都说,我怎么保持的,那么好像没生过一样耶,宝妈B,一定要产,我就是院子里觉得带着难受给娶了。 现在两年了,肚子都好像四,五个月那么大流泪肚子根本收不回去了,但是我才八十多斤,全身就肚子最大流泪,宝妈C,我生完第五天就绑上了,的确有效果,腰围和没生的时候差不多,和我同一天生的,因为是副妇产所以没绑,肚子还和四五个月一样,那些说没用的,是因为你没有坚持,宝妈B。 我顺产的,第五天开始缠纱布的,本来也是我朋友给的那种一片带年胶的,觉得不贴合身体,没有纱布的好,就还是缠纱布。 我半个月的时候肚子平的,比没怀孕的时候还平,我朋友嫌麻烦没产,反正她的肚子一直都像怀孕四个月的样子。 宝妈B,生过孩子也没用过,产后恢复,也很快呀。 出了月则我以前的衣服裤子,差不多都可以穿了,后面小腹收得平平的跟眉生一样,产后恢复不好,有肚子跟饮食还有体质有关吧? 我觉得跟收腹带关系不大。 你生完宝宝后有用束腹带吗? 你觉得束腹带是否有用? 欢迎在评论区交流分享你的看法。 领养娃后有了亲骨肉,被领养的娃怎样了? 怀孕反便受试啥体验? 两娃年龄相差太大,是不是对老大的伤害? 运气吃鹅蛋能预防娃的黄胆吗? 破腹肠打完麻醉是什么体验? 如果你有这些疑惑,请关注看看育儿说。 育儿路漫漫,我们可以一起成长。 宝宝宝妈的阅读才是最好的教育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